感谢关注,埃尔尼亚地区是古希腊维吾族主义哲学之乡 米利多和伊夫所称了希腊维吾族主义哲学的发源地 享誉后世的希腊世界的责任 米勒斯、米利多人、赫拉克里特、伊夫所人、阿纳克、萨克拉、克拉佐、美奈人 都是埃尔尼亚地区人,尤其是泰尔勒斯 被西方文明的第一个思想家和埃尔尼亚自然哲学的开山鼻祖 埃尔尼亚科学家们以理性来解释自然 用唯物主义的态度致力于物质世界的追求 必然给世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有科学和哲学就有批判怀疑精神 而理性和批判精神的运用最终是历史与神分离 也导致历史与神分离